這些規定合理嗎 外國朋友怎麼看 台灣好多莫名其妙的規定 老外看起來它的角度是什麼 再加上嗎 這樣不能超過一桌 超過一桌就叫劇毒 瑞典不同意 因為他是桌遊達人嘛 當然…沒有 但是重點 如果桌遊是兩桌 我們也留一劇毒 其實那一桌就沒有那麼錢 代幣… 我們美國只要是代幣就不是犯法 像我們也沒有代幣 也沒有現金 今天晚上實驗 加星大跟班